LK99之后的新篇章 同掺杂千灵徽时里面的物理动物园 大家好 欢迎回到送说新语 在LK99这个争议过去两年之后 关于同掺杂千灵徽时体系的研究 并没有停止 最近一篇新的论文就在MBPM Materials发表了 标题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直译就是 千 同 林 刘 杨 林徽时里面的物理动物园 所以这篇论文的作者阵容还是相当强的 有中科院过程所 华中科大 都布林大学 兰州大学 福州大学 浙江大学 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多个机构 其中好几位都是早期LK99研究和复现圈里的熟面孔了 就是郑克艾黛博士和他的朋友们这次联媒的奉献 是不是又要拉开了新的一轮史文超导研究的日行呢 他们这次不是为了证明LK99是否超导 而是要系统的探索整个林徽时体系 在掺杂之后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复杂物理现象 换句话说 他们想把LK99的那场风暴变成一个科学的平台 其实在过去的视频里边 我每次讲LK99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打气 都是说虽然LK99看起来并不倒 但是打开了一扇材料学的大门 今天这个大门终于被几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打开了 那论文开头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如果我们能在稳定的晶体框架里边 引入准一维的电子结构 那也许就能让一系列奇异的物理现象浮现出来 不过超导 在千铃灰时里边 氧离子占据的四亿位只有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晶体内部本身就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空位 这是一条准一维的通道 就是他们的这个研究舞台 那在去年这个话题我和程老师见面的时候 他就给我讲过 这条通道可以被铜流氧这些元素反复的掺杂替换 形成类似一种电子链这么一个结构 那作者认为啊这正是导致系统出现这种多种电子链的关键 从绝岩体到金属甚至可能的是超导啊 那为了验证这个想法啊 他们设计了13种不同配比的这样品 编号是1到13 那么这样品分成三个系列啊 第一个是1到6调整氧的含量 那么那7到10是调整硫的掺杂 那么11到13是观察这个结构聚变和分解的这个边界 那制备方法啊包括这个高温被烧和水热合成 所以有的样品啊在900度里这个空隙里边烧减 有的是在硫化氢的环境里边反映 他们用的测试手段非常齐全啊 像XRD啊 SEM TM EPR SQUID PPMS 可以说几乎覆盖了所有固体物理特征的这些测量设备啊 也就是说呀 他们这次 不是在做奇迹复现 而是呢 做一场系统性的材料物理扫描 那么 我们先说第一组啊 就从1到6 是吧 这些样品啊 主要是改变氧的浓度 他们发现呢 随着氧的含量增加啊 进根长数会略有收缩 那材料的磁性啊 也从抗磁顺磁 到软磁的这么一个转变啊 特别有意思的是啊 样品6 在大概270K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 浪斯跃迁啊 并且呢 在正负100欧斯特的这个 这个这个低磁场里边啊 测到了典型的超导致回线 不过呢 信号的体积分数还是非常小的 说明样品里边 可能只有少 极少的这个部分区域 它是进入了超导态 是可能啊 那么作者推测呀 就是这种现象 可能是和氧 这个过度掺杂有关 因为他们 因为在这个准一位通道里边 过量呀 可能会诱导局部电磁顿的形成 换句话说呢 就是超导的迹象 可能会出现在 氧过量的这个激变结构里边 那么第二组样品啊 你们说是从7到 7到10吧 主要呢 是通过这个流掺杂改变结构 那这组结构呢 是非常精彩的啊 但是样品9的这个电阻温度曲线啊 在低温的时候 就突然急剧下降到了接近零 同时啊 在250K附近测到了明显的 麦斯大效应 所以他们用ZFZ与FZ曲线做对比 发现两者在250K以下是明显交叉 这几乎就是超导态的经典信号 对吧 过去我们看过视频都知道这一点啊 所以当测试电流啊 从20V安增加到8毫安的时候 那么零变阻的状态才被打破 说明什么呢 存在一个临界电流 所以作者就推论啊 流掺杂导致的这个结构激变 可能会让晶体啊 从基础态过渡到一种 接近室温的超导态 那么样品10啊 是全文论文的核心啊 那么从结构上看呢 它是由激变的千零灰石啊 就零灰石和这个方千矿 就是复合而成的 那显微镜下可以看到 六边形的这个大笔片状的 这种共生结构 EPR信号啊 在300K下呢 也存在顺次风 降到180K的时候就消失了 这就意味着电子自权被成对 配对了 所以在电阻测试里边啊 在20V安电流下 样品在265到270K 就出现了零电阻的转变 当电流增大到50V安的时候呢 转门温度下降到了130K 说明什么呢 样品阻部啊 存在一个电流敏感的这个超道区 那么Squid次行测量的结果呢 和上面是吻合的 就是在270K以下 出现抗磁响应 在30K以下 出现第二个低温超道向 可能来自流化物啊 这个成分 所以作者啊 把这种符合结构 称为Varent Appetite 就是这么一个流化钳的 这么一个体系 那么推测啊 流化钳它的经面和 这个灰石的通道 发生了外延的对齐 形成了铜流氧鳞 这么一个链状的岛边路径 他们认为啊 这可能就是超道性的来源 但是这个事情啊 其实还并不太完美 作者呢 在最后三组啊 就是十一到十三吧 在这里发现呢 如果流掺杂过多 结构啊 就会完解的 完全的分解成 流化钳和流化钳 如果流太少 或者温度过高 又会变回绝缘的这个 钳三磷酸 跟二啊 这么一个一个结构 这就意味着 所谓的超导线啊 可能只存在一个 极其狭窄的这么一个窗口 所以他们在论文里边说的 也比较坦诚啊 他们说这个信号体积分数 还比较低的 可重复性也比较差 而且多种啊 这种像共存 电流分布也不均匀 都可能会造成 甲铃电阻的这个观察 所以他们这次是非常谨慎的啊 也要想啊 真正的 正确的 确认这个史文超导 那么还需要更 纯净的样品 更局域化的测量 尽管如此啊 就是论文的 并没有说 导或者不导 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这篇论文的重要性 我认为还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最近啊 我也攒了两三篇 为超导的这个新的视频 还没有放呢 正好 但愿他们论文就过来了 我先放这一期啊 那告诉我们什么呢 LK99 这个事啊 虽然是看起来是 不导 以这么种伪超导收场了 因为可复现应太差 但是他们确实打开了一个 新的研究路线 就是准一为多元素的 这么一个灵徽式体系 可以作为研究这种 强关联电子行为的理想平台 在这啊 这个磁性导电性 结构机变 电子相关 都被放进了这么一个 物理动物园啊 Physics Zoo里边 从材料学角度来看啊 这是一种体系化的正向探索 他们没有盲目的重复 某个奇迹样品 而是建立了一个科学 持续研究的这么一个 新的框架 那么两年前啊 我们和大家认识 就在那个时候啊 全世界都在讨论 争论RK99的是否超早 我们做了上百期的这个视频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 这场争论 反而让更多的科学家们 去认真思考 这个材料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论文啊 绝对不是终点 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么也许啊 十分超早 令我们可能还有距离 但是我们理解 我们物理世界的这个复杂性 本身呢 就是科学最迷人的部分 让我们给可爱呆的和他的伙伴们加油 希望啊 这次能真的带来超早 给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专门找时间给大家读评论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拜拜 拜拜